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 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这种已经处理好了的 新鲜的没有刺也没有皮 一片一片的螺飞鱼 它整体来讲是比较有嚼劲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喷上油 用空气炸锅那么一烤 外面焦焦脆脆的 里面吃起来就跟咱们吃的 炸带鱼的口感非常接近 而且它没有刺 小朋友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水果 Campari西红柿 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 为什么西红柿应该算成是水果 真的是一点酸味都没有 而且西红柿的味特别的重 这个在北美其实非常难得 一般西红柿都没有什么西红柿味 我觉得它才能真正的称之为水果 一口咬下去就好多好多的汁水 而且现在正好是应季产品 所以一定要现在吃 如果你买不到特别有西红柿味 西红柿也没关系 我推荐给大家一个非常神奇的食材 就是这种番茄酱 它是用纯的番茄经过加工浓缩出来的 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调味料的 是用它来做的开茄 开茄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了各种各样的调味料 在做什么西红柿炒蛋 西红柿煎汤的时候 放点西红柿味就会非常非常的浓郁 Campari卖的是一个大盒里面 有小包装是一瓶一瓶的 这个食材是我在平时炒菜过程中 特别经常用到的 非常非常好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 是有机的鸡汤 它是Bung Broth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Stock的 它跟Stock最大的区别是Bung Broth 它是有肉有骨 炖煮的时间要比Stock的时间要长很多 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然后汤也比较的浓郁 喝起来会更好喝 味道更足 然后看一下Stock 这个Chicken Stock它也是有机的 它也非常的好 它是用鸡骨炖的 它炖煮的时间 没有Bung Broth的时间长 所以它滋味没有Bung Broth的更浓郁 但是它便宜 这个是Costco好像最近新推出的 我刚看到 它也是Bung Broth 它品牌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它是三盒一组的 就是说你用不了那么多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少量一点的 其实我们每次做个汤 或者是吃个火锅 基本上这一盒也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接下来推荐的厉害了 这是被我称为北美浓汤宝 它有三个味道的 有鸡的 然后有牛的 还有蔬菜的 它有点像那种浓缩的那种 原来这东西加水就是 就是鸡汤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炒菜煮汤 做很多饭我们都可以用到它 所以这也是我们家常备的食材之一 我现在就用以上的食材 给大家做一个老家版本的番茄鱼汤 锅中倒油 放入适量的葱花 和一茶匙的蒜泥 给它呛个锅 然后放入切好块的金巴黎西红柿 把西红柿炒软炒熟之后 再倒入一杯的鸡汤 两茶匙的番茄酱 一茶匙的tomato paste 一茶匙的酱油 一茶匙的蚝油 最后我们再给它放上 一茶匙的chicken base 切好的螺非鱼块 倒进去 煮熟之后 我们在淋出锅的时候 还可以再放一些蔬菜 比如奶油生菜 表面给它撒上一层葱花 显得特别漂亮 这个鱼特别的嫩 超级鲜 番茄的味儿特别的足 如果你喜欢吃西红柿的话 这个绝对是你的最爱 好吃 我也是 干妈亲家把BBQ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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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妈亲家把BBQ 咱们先把螺非鱼切成段 然后蘸上一层地瓜粉 两面喷上油 把它放入空气炸锅中 用380华氏度烤8分钟左右 再在上面抹一层酱汁 用同样的温度 再烤4分钟就可以了 好吃吗 喜欢 你怎么煎这么文静呢 因为我现在清好 你看这个 测切面就非常像带鱼 吃起来呢 太好吃 就是带鱼粉鱼 而且还没刺是吧 这道菜的心得就两个 第一就是空气炸锅一定要预热 第二就是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鱼 我们给它做一个回温 然后再烤 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做鱼的时候刷的酱 我是用鱼鱼的酱和普烧汁按1比1的比例 给它混合在一起摔上去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CocoCoco买的 在之前的CocoCoco好物推荐里边 我们其实给大家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个酱它是甜中带咸 它比较适合做腌料 蘸料炒菜可以放 非常清淡 好吃 所以我在Coco推荐了橘子 这个是挺甜 就是像冰糖橘子用 然后后面起来吃不香 那我们打开一个试试吧 继续吃不多 吃起来吃不解口 吃完我就不渴了 你怕冷吗 我怕 你是谁 Elsa Elsa OK 这个生菜叫做奶油生菜 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生菜 一般我们吃到的生菜 都会有一点苦味 这个呢就完全没有 甚至还有一丝的清甜 还能吃到一点奶油的香味 除了口感特别棒之外呢 它还富含各种各样的营养 什么维生素A B1 B2 维生素C 我又又又 铁灵钙美归流 应有尽有 所以说它可以说是一款神仙蔬菜 那神仙蔬菜呢就要配神仙吃法 下面就由老家为大家介绍一下 取一颗奶油生菜 沾个小水萝卜切成像 放一些新鲜的欧芹 一汤匙的醋 一汤匙的美乃滋酱 两茶匙的橄榄油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四分之一茶匙的黑胡椒 把它拌匀就做好了 相当可以 用到了欧芹和水萝卜 我觉得特别好 有那味儿的 特别像餐馆里边卖的那种凉拌菜 卖掉沙拉 翻成中文不就凉拌菜吗 非常推荐的 非常爽口 如果你试过你就知道 凡是老家推荐的 真的都是良心推荐 老家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但是他经常良心推荐 好冷 三文鱼切成小丁 撒上一些盐和黑胡椒 然后喷上油 放入空气炸锅中 400华氏度烤8分钟 然后咱们放一点 操菜酱 切上一点金巴力的西红柿丁 再把奶油生菜切成丝搁进去 搅拌均匀 然后直接放在奶油生菜上面 再把烤好的三文鱼丁 给它放上去 就完成了 哇好辣 是我这辣酱哥吗 嗯 随你 好吃 别看它辣 它那个辣也是非常清爽的辣 推荐给瘦身减脆的小伙伴们吃 你就是用这个奶油生菜 取代了taco的碳水皮 超级推荐 刚刚老家做taco的三文鱼 我们也是在Costco购买的 向大家推荐这种 Costco的这种养殖的三文鱼 这个三文鱼的好处 相比野生 它感染寄生虫和拱中毒的这种风险 就大大的降低了 所以推荐大家购买Costco的这种 三文鱼 对 价格也更划算一些 三文鱼 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空气炸锅煎三文鱼 这个在之前的空气炸锅吃肉指南里 我们是做过的 我们还可以做空气炸锅惠灵顿三文鱼 在空气炸锅豪华大菜里面 也是第一个 我们就做了惠灵顿三文鱼 感兴趣小伙伴都可以去翻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还有三文鱼大板烧 在之前的一个帕尼尼视频里面 我们已经教给大家如何做大板烧了 把其中的虾粒 鱿鱼粒 换成三文鱼粒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的好吃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超级推荐COTCO卖的这种 Organic的鸡腿肉 它是去皮去骨的 它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和我们平时买的那种 就是完全不一样 虽然它价格比较贵 它是一磅5块4毛9 但是请相信我 它绝对物有所值 它特别的弹牙 特别的嫩 因为它是有机的嘛 所以它也不含什么额外的激素啊 什么的 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买鸡肉 尽量买那种没有激素的肉 所以超级推荐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这个万字酱油 它这个品牌呢 已经是有350年的历史了 它是百分百的天然定造 不加人工色素 不加防腐剂 不加味精 大家看到我所有的菜品里面 只要是用到酱油的 都是用到万字酱油 它的味道 我是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纯正 好 我跟万字酱油 挨在一块的是这个 Japanese BBQ sauce 这个好像是最近Costco新出的 这个酱是一个万能酱 它可以用来做BBQ sauce 也可以用来去腌肉做蘸料 绝对都没有问题 这个酱料的味道呢 它是有比较明确的姜味和淡淡的甜味 它用来做这个烧烤 比方说你煎个猪肉啊 煎个牛肉啊 煎个鸡肉啊 非常非常赞的 拧开就能用 拧开就能用 接下来呢 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吃的BBQ Chicken 把万字酱油跟Japanese BBQ sauce 按着1比2的比例 调一个酱汁 鸡腿肉切成块 小葱切成段 葱段最好泡一下水 防止待会烤糊了 然后我们把调好的酱汁拌进去 搅匀 放入空气炸锅中 用400华氏度 烤8-10分钟就好了 来 重新炸锅 烤油切不好吃 这次用的这个酱料真的是绝了 这个鸡腿肉 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真的不一样 虽然它贵 但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嫩 它这个吃起来就像吃这个鱼啊 吃螃蟹这种口感一样 超级推荐 很多朋友都好奇 所以我们的空气炸锅是用的什么牌子的 我们用的就是 Costco卖的这款 Cormia的 是7块特的 之前我们用的是8块特的 这个还比较好用 比我们之前用的8块特稍微窄一点 但是基本也够用了 我们是三口之家嘛 操控啊 各方面都还可以 所以现在在打折它39块9毛9 即使不打折可能也是49块9毛9 不到50块钱的价格 从性价比上来讲 就已经是无敌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推荐给大家 最近吹出了这种有机的四季豆 特别好 推荐给大家 它呢已经你看都已经摘好了 基本上是开垫及时 而且是microavable 就这个袋子 本身就可以直接进煤波炉 你把它戳几个洞 喂一下就可以吃了 美国这边四季豆 就是没有什么生物毒素的隐患 半生不熟的吃 也不用担心食物中毒什么的 所以就大家可以放心的买 放心的吃 更何况我们一般都拿它来做干编四季豆 一磅的四季豆 放入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喷上油 放入空气炸锅中 用400华氏度烤14分钟 然后把空气炸锅的架子取出来 直接在空气炸锅里 放入两汤匙的培根碎 一茶匙的蒜泥 一茶匙的姜泥 两茶匙的蚝油 两茶匙的花椒油 一茶匙的香油 一茶匙的鸡精 搅拌均匀 同样的温度再烤三分钟就完成了 这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次干编四季豆 真好吃 不用洗 不用水 不用刀 不用锅 不开火 其实准备的时间呢 就三四分钟 然后空气炸锅给它烤个十多分钟就好了 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快手菜 而且非常的好吃 而且特别的健康 诚心的推荐给大家 好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Costco自己出的 Kirkland的花生酱 没铲子 而且是有机的 它是可以流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有点像我们卸好了的芝麻酱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Costco居然有一天会出香油 你看远看的时候像威士忌一样 这瓶也特别香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香油 如果你家的附近的Costco卖这种香油 一定不要错过 因为它是一种初榨的芝麻油 超级香 小时候我们路过市场里的那种 墨芝麻油的那种作坊 你就会闻到这种味道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在超市里买到那种香油 已经很少能闻到那么香的那种香味 价格也还蛮划算的 9块半毛9这么大一瓶 我们直接在这个四季豆的袋子上 扎上几个洞 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高火7分钟 调一个酱汁 一汤匙的花生酱 一茶匙的味淋 一茶匙的糖 一茶匙的酱油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给它搅拌均匀 把微好的四季豆取出来 拎上这个酱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你干嘛呢 先炒一下 吃香香 我觉得这个花生酱完全能取代芝麻酱 至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取代的 这个四季豆本身是甜 它本身觉得自己就是甜的 太好吃了 好香啊 剪刀 剪我们细皮 看我们 栗子非常好吃 但是不好剥 卡特卖的这个牌子的栗子就非常的好 是我们吃过的 所有这种开炸即食栗子里边最好吃的 强烈推荐给大家 它的口感呢软糯甘甜 唯一的缺点呢 可能就是你吃了会停不下来 减肥的小伙伴要慎重 这款大米呢 是我们家常备的一款香米 叫巴斯玛蒂 rice 它的特点就是电粉含量的特别的低 比较适合做炒饭 很容易炒的就粒粒分明 它比较有嚼劲嘛 因为电粉含量比较低 所以它吃完之后生糖特别慢 不会让你晕碳水 我们一般呢是把它和等量的糯米混在一块做饭团吃 又香又糯又弹牙 特别好吃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个蛋炒饭的食谱 我们先把一包栗子切成小碎丁 然后取一杯大米和2.5杯的水 一起放在微波炉专用的器具里 高火微波10分钟 栗子米饭就蒸好了 准备100克的胡萝卜丝 4克小葱的葱丝 4个鸡蛋 打散 先把鸡蛋炒熟 然后放入葱丝和胡萝卜丝 炒熟之后呢 我们再放入蒸好的栗子米饭 再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它调个味 搅拌均匀就做好了 我蒸完以后 连5分钟都没有等 然后就直接用它来做炒饭了 就粒粒分明 而且我也没有放太多的油 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米来做蛋炒饭 最重要一点呢 我还是个人觉得它非常的 good 对 BB GO的这个饺子 牛肉的是Borgogi的 这个是我们全家最爱的 它的做法有非常多种 可以直接用锅煎 可以用空气炸火烤上 可以用蒸锅蒸 还可以用它做蛋饼 这是我们家常备之一 有的时候娃饿了 来不及做别的 就给它拿出来几个蒸烤箱里 一蒸就行了 这个是我们用空气炸锅 以380华氏度烤了10分钟 这个蒸饺呢 是我用蒸的方法做的 蒸了10分钟左右 蒸了这个饺子皮特别好吃 是非常的好嚼 但有非常的Q弹 内馅儿 汁水也比较的足 再撒上这个木炸辣的香醋 就特别的相得一张 现在来尝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烤的 饺子边上这一圈 特别的酥脆 通过煎啊什么的 把面香味就激发的更好吃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空气炸锅烤饺子的 哎呀真棒 好吃 我喜欢吃 等一会再吃吧 那叫一个地道 这是我在卡卡买的冰果 我真喜欢了 就是一个有细口味 所以没这些 烤梅沃的 芒果的 橘橘的 土豆的 大家吃一吃吧 你帮我打开 每个人都尝尝吧 这个烤梅沃可熟了 咬起来 我们的也不是用的那种 这些好把握清 它是真的水果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老麦在吃的过程中 能吃到真的草莓 而且它不含高果糖 玉米糖浆 也没有额外的人工添加剂 人工色素 一根这么大的冰棍的热量 只有60卡路里 冷冻草莓 这个也是有机的 不含那些乱七八糟的化肥 或者是 对也没有激素 就家里有小宝宝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做沙冰 然后做奶昔 都ok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常备产的 这个是草莓酱 它是百分百新鲜草莓 而且也是 有机的 里边确实能吃到真正的草莓 复刻 Costco卖的 用它来复刻 就百分百像 所以一会我要给大家用它来复刻一下 Strawberry smoothie 吃了两杯的冷冻草莓 就是半杯的草莓酱 就是一杯半的冰果 还有一点点水 四分之一杯水 我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下 草莓倒下去 倒冰果 我要扶一段进去 倒一半能控的好吗 嗯 好可以了 我们刚才放了三分之一 现在再放三分之一进去 然后再给它搅一下 先拿剩下的这三分之一草莓酱 给它做一个挂杯 好我们把刚才做好的smoothie倒进来 我觉得比Costco好喝 因为Costco smoothie要有的时候 它有冰茶 没有打那么细 这个就是自己在家做 你可以多转一会儿 这打得非常的细腻 啊 是夏天的味道 放下每次分享快乐接见 我是漂亮火油 下期再看我的频道啊 再见 干嘛投机逛